哈… 現在是我們的存片時間啦 然後在我們10月23號左右的時候 我們沉睡水泥的故事的時候啊 我們這邊基本上啊 玻璃也話 我覺得應該會卡我們滿久的 所以我們就來日本存片時間來打打一波 然後這邊大家跟這邊推薦 好像是可以用一些那個 弄一些什麼啊 完了 我才剛看過大家的留言我就忘記了 我記得他們是說可以用上暗黑精靈 說可以把初音換掉 換一下暗黑精靈 因為畢竟暗黑精靈這邊是能打異星戰士 又是有抗波動的效果的 所以應該會比初音的效果更顯著一點點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就先這個樣子 有說因為駝鳥嘛 所以他們有跟我推薦的就是玻璃貓貓 確實是可以來幫助我們打駝鳥的喔 就讓他緩速一下 所以可以協助我們的咒絲或黑劫這樣子 無處境 然後想要換誰喔 這邊的話 沙...可能那個吧 把飄的貓換掉吧 飄的貓暫停是不是比較沒很必要啊 好啦 我們就先這樣子好不好 來來來來 走起走起 然後開個MAX給他 玻璃化好不好 這個沒有問題 這個搞不好日本純片時間全部拍完了之後呢 還在卡這關 有沒有可能 我覺得不無可能喔 那沒關係 我們就是這樣子 純片越多越好 畢竟我要錄十四片 5點半打不贏 9點再打 9點再打 9點打不贏 5點半再打 繼續打 猛烈的打 一直打 不紅打 每天都在打 努力的打 用力的打 1點打 1點打 好不好 好 這邊的話看起來好像還行嗎 媽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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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5貓 應該還行啦 然後再加上這個 黑鎧好不好 黑鎧燃燒 黑鎧燃燒確實可以燒到滿多下的 可是他這邊的話也是會被海蝶給弄到 一定要新趕快把這個熊蟲給燒死 喔來了老哥 哇他掛了耶 怎麼那麼快啊 怎麼哪裡快就死 死翹翹了 太快了吧 喔來了 然後我們這邊沒錢了 哈哈 沒錢叫那個了耶 先下來看一下喔 這個先過去 喔完了 我都被打到鱷魚了對不對 嘿嘿嘿 完蛋喔 欸完了 白癡 我覺得我那個誰啊 我的暗精靈真的太低了 然後那個誰啊 黑 黑鎧是不是 不是 黑傑是不是 很沒辦法那個啊 很沒辦法扛住啊 喔喔喔喔喔喔 沒了 嘿嘿嘿 完蛋囉 各位 哇 想一下喔 還是我們一開始也不該 不該先那個黑鎧啊 嗯 嗯 還是我們應該就是 先 還是用那個美女神 美女神弄一波 快沒錢啦 老哥 還是 看看我貓不要 然後我們美女神 直接走起 美女神趕快先把那個 先把那個誰 先把那個熊熊 異星熊熊先射死 射死之後 然後我們再叫其他角色 你們怎麼看 你們一定會說 哈 白癡才這樣玩 哈哈哈哈 好啦 我們來看看啦 氣跨買幾雷好不好 然後大家也有跟哲平講說 這關確實是 比較偏麻煩的那一種啦 好不好 但沒關係 我們就盡可能 好不好 以我們的能力看一下 能不能把他給打掉 我們盡我們所能了喔 康康五貓沒了 然後 這邊 先用那個誰 先用那個 美女神 美女神跟那個黑鎧的話 應該就可以打一波大的 我這感覺蠻需要美女神的這個 一箭穿星級 要先把這個熊熊給射死 不然會很慘 我記得好像射三下就可以了 炸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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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打到後面去一點點 拜託 一箭穿星 有 有了之後我們可能就是要小心一點點 熱扛一下 因為會被船過去 有 波動來襲 然後這個過去 哇 美女神過去了欸 美神 過去幹嘛啦 喔呦 白癡了 阿乾 完了 喔呦 花園滿 到底想幹嘛 花園滿又在搞 喔呦 白癡完了 我們這邊只能靠黑結了 黑結拜託 沒了 我覺得宙斯那邊比較 比較尷尬欸 我覺得宙斯可能要再 要再晚點出一點點嗎 你們怎麼看 我覺得好像再晚點出一點點會比較好欸 要不然這邊 搞笑欸 還是要再一隻打 打那個阿 來個牙王嗎 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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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難欸 好難欸 還是我們用一下那個聚集鏡 100% 花園滿了那應該是花園 聚集鏡好了 聚集鏡 然後 宙斯應該是有機會 可是我們再晚點出一下 我覺得剛剛那一次打的話好像 有那麼一咪咪可能性 好不好 就一咪咪 一咪咪 一咪咪可能性 來啦 他這把鱷魚打死 好像沒有 反正已經看到就是我們這邊一看也是可以用美女神先射一波了喔 大家都看到了 那個美女神的這個射擊 完全沒問題的 好 然後再加一個這個衛星貓貓 然後這個 這有蠻貓 喔 nice 哇 好緊張阿 我覺得這邊一大堆可能都要等那個 等我們東西被傳送到後面去之後才可以那個欸 因為如果就是 太快被 太快走過去然後被花園滿傳送走 那就吃了 吃土了 喔 nice Arthur 我招五毛招住了 幫我 DV 射個一下 那個好不好 射個一下那個誰 這 哇它去了 except surf 她沒了老哥 很就是這樣子然後先這樣 炸一下 滿蘇 拜託 宙斯 沒問題啦 再A一下宙斯 完了 宙斯被傳到北邊去了 完了 我們好像每次到這邊都差不多了 是不是再一下x3 再一下x3 拜託 完了 有白痴喔 感覺就再一下的東西 對 感覺就是再一下的東西 完了 又來了 又沒了 宙斯感覺好像真的 剛剛又被傳到後面去感覺好像真的不太行 還是用牙王啊 可是我感覺好像要那個宙斯的那個大傷害 好像那個那個誰會死好像比較快 因為牙王好貴喔 貴死了 貴慘了 然後我們又要買道具商店了各位 來 史上最浪費 150 7個罐罐 浪費起來 這邊要開MAX 開個MAX給他 GG也沒了耶 為什麼GG這麼快就沒了 哇 我的 我的道具到處 到處 到處沒耶 完了 我道具發生什麼事情了 為什麼我GG突然沒了 我之前是怎樣啊 我之前是 疑似性的把那個 巨禁花掉 完了 出錯字了 疑似性把巨禁花掉是不是啊 怎麼會是這樣的局面 我不知道耶 我怎麼都不記得我有那個 完了沒女神 可不可以打到 哇 蛤 好像被黑凱弄害到了耶 哇 我們在 這個中間 哭了 完了完了完了 這真的是被害到了 完了 喔 亂出亂出 在幹嘛啊 哲平在亂出了 完蛋了 荒了 荒了 自己先荒了各位 感覺應該 應該沒戲了這場 嗨呀 嗨呀 還有一個機會 快 他們都在 他們都在扁我們 啊 過去了 哎 哎 我覺得是不是可以靠 牙王啊 他們覺得牙王好像是 很好去打花園慢的人 對不對 牙王是很好去打花園慢的人耶 喔 駝鳥死了 哎 莫名其妙 我沒在看這邊 然後我們就贏了 畫面一一開 我好像要擴勝了各位 發生什麼事情了 怎麼 我剛剛一直在看這邊耶 然後我的那個 我們家那邊好像就 處得不錯喔 我原本是想說 應該是要爆開了 所以我就來看一下後面 結果沒想到 嗯 你呢 莫名必妙了各位 每女生都出來了 哈哈哈哈哈哈 莫名其妙啊各位 真的是莫名其妙 哎 靠 你們剛剛有看到那個操作嗎 哈哈 烈波打過去 然後直接這個 直接把我們傳走 然後剛好讓我們那個 招女朋友那些 直接消失不見 然後讓我們吃那個烈 吃那個波動 太會玩了吧這個 哎喲又被過去了 又被弄過去了 哎真的還是得靠暗精靈耶 不會是 觀眾推薦 哦 沒有今天的這個 今天的這個 MVP絕對是我把畫面撇開 我就這樣 我要看這邊 不要看好 但比較強耶各位 跟我以前看MBA一樣 每次我在看MBA的時候 我支持的那個活人隊就會輸 然後我只要不要看 活人隊就會贏 結果後來我就養成我都不看了 你知道嗎 我只看最後結果這樣 我就不敢看了 然後看了我就輸 哦 只剩下你啦 海蝶 好了啦 回家了啦 不要再鬧了啦 好了他掰掰了 再見海蝶 你給他加速起來 好 那這個玻璃襪看來今天 莫名其妙就被我們賭到了喔 如果再重打一次的話 我應該也打不贏了好不好 玻璃襪 這應該就是這個章節的最後一關了 應該是沒有問題了 應該啦 還是其實還有 感謝大家推薦的玻璃 我覺得玻璃真的還滿厲害的 因為他可以就是 就是讓那個無屬性的敵人緩速 玻璃貓 絕對很讚 讚到不行 讚到不行 OK 魔人體玻璃襪 這個 波動的這個狗砲也是確實頂麻煩 主要來說還是那個誰啊 還是那個傳送到北邊去的那個花園曼 在搞 壞透了 壞東西